美国最高法院准备在6月底之前 就哈佛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 两起质疑在大学录取中 使用平权法案的案件做出裁决 大多数专家认为 拥有6比3优势保守派多数的最高法院 将对学校做出否定的裁决 可能会废除40年来 支持在大学招生中 考虑种族因素的法律先例 为此少数族裔媒体服务机构 在近日召开的网络会议上 就这一主题进行了探讨 在过去的45年里 许多将种族视为评估申请人的 因素之一的学校坚持认为 这对于建设多元化校园至关重要 禁止在大学录取中采取平权法案的州 如加利福尼亚州 已经尝试采取其他措施 向少数族医学生开放入学机会 但是没有什么比种族知情的平权法案 更为有效 预会专家认为 如果最高法院做出否定的裁决 这将会对平权行动产生很大负面影响 那么美国大学必须要寻找新的方法 以保证所有学生 无论他们来自何处 他们的种族或背景如何 都能得到公正的教育机会 以保持美国高等院校的多样化 全美电视台记者洛杉矶综合报道